台中7号开始大规模施打莫德纳疫苗 各快打战涌现人潮 部分站点出现动线不顺 电脑当机等状况 市长卢秀燕除了要求改进缺失之外 这一天一早又来到东山高中视察改善的情况 卢秀燕也强调 市府将持续精进 提供市民更安全舒适便利的接种环境 亲切的问候每位施打疫苗的长辈 台中市长卢秀燕一早前往东山高中快打战视察 因为7号开始各快打战涌现人潮 部分站点出现动线不顺 电脑当机等状况 市府第一时间要求改善 这一天由市长亲自到场了解改善的状况 昨天我们看到有些站就有点爆调 那人非常的多 所以呢政府的工作台中市政府的工作 就是要把注射的服务做好 所以呢我们就是不断的在调整 那今天状况又比昨天好 那事实上呢今天到目前为止 施打的人数跟昨天同一个时间是差不多 可是动线是更好的 动线可以啊 对对对很舒服啊 满意啊 今天早上8点到9点半是打我们和平里 那我们36个人就有稍微分流 所以今天的状况改善很多 卢市长表示今天来施打人数跟昨天差不多 但因为动线调整过后更加盛畅 所以原本预计施打670人快打战启动后一个小时内 就已经消化一半以上的人数让他比较安心 我增加报道桌 那我们把距离给报道距离给拉长 然后我们有增加了等候区 我们多开了四间教室 有冷气的教室 让市民抽了话码牌之后 就在那个有冷气的教室 等候区人员坐等候 大家一定要照分流的时间来 这样子 这样比较不会拥挤 谢谢大家 我们随时检讨当中 那市民朋友如果有觉得还需要反应 还需要改进的 那随时告诉我们 谢谢大家 民政局强调已经尽量安排 等候区在有遮蔽的阴凉处 避免民众酒后造成身体不适 并请现场工作人员 随时向排队民众解说现场施打情况 减少民众等候疑虑 如果还有不足的地方会持续精进 让市民有更舒适的疫苗接种环境 借李建阳台中采访报道